我国出现首名女性担任总统顾问理事会新成员 新电信集团总裁蔡淑君受委出任后补理事 任期今天开始为期四年 蔡淑君中午在总统府宣誓就职 在见证下接受委任 蔡淑君自2007年4月1日起就担任新电信集团总裁 她也是印度八地电信董事会的成员 新任总统顾问理事会主席张赞成 以及新任理事和美之地主席兼总裁蔡淑宝 今天也都宣誓就职